字幕字幕提供 马官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迷世界的环节 先跟大家讲话不好意思,因为不是我喝醉 助手上播出错了,我很迟才发现,因为昨天我有其他事情做 所以很迟才发现,现在公布了五间马兴才是真的 跟大家讲话不好意思,他应该会星期五跟大家借序 在这里早餐都是早上的时候,都是投注给大家 大家看到绿色框都没得选择 喝酒借醉,一晨早流流也好,喝威士忌,暖身 好了,跟大家分享下这个继续,王家礼炮,21年的 然后在早餐之前,大家不知吃早餐回工了 跟大家讲下这个未订阅的频道朋友 在这里就会讲下这个绿色框 看到的TAMMY,当然是讲下投注策略 未订阅这个频道朋友也记住 右下角这个位置会看到四星龙珠 可以按下去订阅世榮香港人唱马频道 记得打开实心钟才能看得到 好了,记得前天已经去到 待会做隔夜飞浅财经 跟大家讲话不好意思 前天跟大家讲 EQ博士有这四个可以想想 在投注策略上,我们找到一些泥地乱,混乱 都不是说没得投注的 不过就要神损了,为什么? 互乱地搏,过关通常都落败 因为你可以选择很困难 固然它有机会跑出来 但是有没有很容易在三甲,而又有实力的呢? 长刺不多 当然在反部速趋势,又或者在强组链里面 那些马是比较可以信赖 例如第七场的喜智宝等等 不过那些马有时想 它虽然加多三磅再跑实搏 但是赔率就缺乏了 大家可以想想 不如前面有没有荒仔的马可以想想 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当然今次的投注会难中些 所以我们怎样? 再把注码再缩小一点 虽然那个回报或者派彩会比较少些 但是就算不中,你损失又小些 说回上次的500元投注来计 其实大家又不是很大损失 你买三场输300元差不多了 一场100元 相信大家都不会很肉痛 当然你买了一个中的希望 不中会像那次那样 都几乎全错 气势又赢多次加映掌声 然后后面要四个吸制赛那天 然后全部开大热挑出来 穿均四个 多失败 然后后面薄冷又不成功 开了一些陆续无限比较热的VN出来 四大热门 不过中间好分一点 就是跑不出来 虽然飞了没有密码 知道他跑不出来 但是也是不行 那怎么办 大佬 有时要用这些方法去tackle他 你买了一个中的希望 一会开一些冷一点的增友出来 潘顿手风唇 喂如原来四边 然后又可以中间真的开一些 橡黄直线力山走入Q 冷一点 然后头关 原来气势真的不够加映掌声跑 都是有机会延续到过关出来 这次我们来地 依样用同样的方法 不过分配配置就有点不同了 想知这些多些资讯 记得右下角这个位置 按订阅键 再开实心钟 好了 先说头关 大家看了1Q博士 马小都要四只穿云 虽然不是顺序四只烟门 但你会见到资讯上比较平均 即使是蜆星宝区也是 所以这场我会建议大家 买连资位置穿云 1567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像煮菜一早做好给大家 大家在头注界面先教连资位置Q 1567 但中间的长刺 我刚才就说了 不要蜆星宝区 选了这款王者风火 让大家可以投注得到 王者风火究竟有什么强呢 现在再跟大家讲一下 提到大家一次 它是属于反趋势的马 虽然六环彩 你会见到我选三只 就在这四七十这几只 但是 你会发现前三名当时 都是一些前置马 你说它是反部速趋势追上来 唯一一只可以跟前置马 赚到优势的输两个马位 都不是很叻 它不是输条颈 这是第一 是的 但你要记住 它是走了不利路段之余 在内难折散脚程 保力生肺不是黏着难跑的 第二 就是身后相弱跑法 我们经常说 蚀有多蚀 知道你蚀 明显是反趋势 也有分蚀少少和好蚀 这个怎样分呢 就不是由时间看出来 因为时间有时 就可能因为逆风 鸳鸯地 甚至乎是场地偏差等等 要说场地偏差不是和鸳鸯地一样吗 不一样 不过这个将来有时间再告诉大家 你知道会蚀 蚀多少 你能量不量化到 好 用时间是可以量化 不过有不同路程的问题 即是我跟你说 奈兰和四碟 跑400米直路 其实泥地也没那么长 接着我跟你说 1200米 就蚀434班 大约蚀0.26秒左右 0.26秒 我记得的 世榮你说 一个马位等于0.163秒 165左右 一有四分三马位 很精准 1650 我又再回答你 哦 那就不同了 有两个马位 0.32秒 你想想一下 多复杂 这件事 我们只需要知道 有个量化简单的方式 是可以的 就是观察下 他之后的马 究竟是怎么跑 和跑成 那你就会知道 快潜 其实现在回望 晋王星 精益大师 和保雷生辉 当日当然是前置 这一场 那天跑了两场泥地 但是这一场 快潜和王者风火 王者风火 是比快潜的 跑得好 而快潜这个第五 在时候 是轻松保重 赢两个马位 你可以说颜色王子和转色吹颤差 但是 是不是要颜色王子和转色吹颤 赢到泥地 这个就是考大家常识 已经是常识 百万富翁 二十元的题目 没有一千元都不如 颜色王子都赢过几次泥地 你说五色跑泥地 是开玩笑吗 那他会不会赚形勢 颜色王子亏 大家都放头 不要玩 我赢到你三个马位 就是我赢了 当然你会说十二档那次 真是涉到一个很漂亮的三位二叠追上来 涉到是一个结局 即是可以走顶位 无疑是一个结局 但是 相同跑法的颜色王子 大家都赚 大家都在三甲 为什么你可以赢两个几马位 唯一你要解释的就是 他上次的第五太过洩 既然第五也太过洩 这个第四 没有跑错的话 应该轻胜 当然可以继续不利 又超利放头 上次已经亏 今次是超亏的 原来肯摆前走就赢了 都会继续输的 但是你会知道 其实王者风火已经有够强了 所以这只马 你怕场地亏 不要紧 有一招可以对付它 在三穿一的世界 大家可以如何 买WIN Pay 所以王者风火 一只就可以了 另外 尾场 当然二元对立 雙强 大家听过我说 在新世纪速冰赛事 买WIN可以了 如果真的过了头两关 尾那一关 一会跑第二 被那些真是好利口上 尾影烈飞 追过就亏底 这场真是有机会快步速 你说得对 到时才买Q 就行了 不用担心 你茂茂然为了 怕自己过不了关 而走去买Pay 是不治的 因为你中了 才临场买 又可以 或者不买 直接过又可以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 就是你有机会 你赢得更加多 因为只是WIN 一定比WINPay 如果是同一条 注码 例如你当一百元一条 那没有Pay 你的注数已经天生少了 就是多了一倍 第二 就是有机会 如果买得稍大的朋友 你有机会收到回购 你Pay 对啊 被你中WINPay 例如当黄脚赢了 然后你输了 手道再来 没有影 那你输了 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只是WINPay 因为你的注码谷大了在前面 如果过到关的话 你会有机会收到回购 那回购也是钱 那你就没有什么亏水 给马匯 这件事 当然是要买得比较大的朋友 才有 但是 但是 不忘提提大家 就是 在这些情况 大家直接买WINPay 因为到尾场 如果你看云数据 它不行 那其实你不买 你过了关 也没有亏底 你见到 不是啊 怕被人追过 美英烈飞真的大心 或者 原来 原来 自强不息 冷门又有大心 那就拖回 拿去做胆 买连银位置 拖回20 两只 万一 自己那只 跑二三名 你的胆也有机会中 第二 就是 就算不中 你有机会收完 就算你不中 所费无几 过关的钱 和你即场买的钱 已经有距离了 那钱大很多 所以 是有好处多过坏处 所以 在这个位置 我想跟大家说 你这个独赢 是正独赢 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 先计计 注数 10元 然后480元 当然 三穿一 都提过大家很多次 难中 难中 买小一点 不是说 你怕输 就买win pay 例如王脚立 或者首到再来 本来两个零八一注 你一变win pay 就少了半 只剩下一个零四 都成立了一条票 当然 你过到关的机会会大 但是我会跟你说 你反正都是投注 不如 直接过关 因为待会有保底的票出现 所以你不需要这样做 好了 三穿一 100元这条 另外 如果你说保守 另外保底那两条过关是怎样的 麻烦大家转回win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 在win的世界 赔率虽然低 但是不一定开大热门 既然在八只马之中都各无把握 那就怎样 当然过win比过play 好了 然后就会出现两个情况 第一 就是王脚立 和首到再来的win 这条第一 这是二穿一 大家要记住 就是怎样 假设我们怎样计算一条票呢 究竟是否有好处呢 就是 这里有八柱 就是在我右上角 你见到八柱 你会见到最热的那只蜆蜆寶区 所以成手到再来 其实你也是赚的 在过关的世界 就算平手都无所谓 无风险地平手 和有风险地平手 不一样 你懂不懂计算的 机会率 就是expected value 如果是等于零的 庄家就算不抽水 贸然赌博 都是虚钱的 但是 提醒大家 如果有些做银行金融的朋友 考过CFP 或者读过那些 145678牌 政監牌 SI牌 那些 你会知道我说什么 expected value 我们经常说 有机会大过一 你现在平手鞋 如果开两只热门 你差不多平手 不买便是平手 为何要冒险 拿着钱就通缩 为何要投资 所以港股就是这样 但 这个撇开不说 是你看不到油吐及龙的好处 但是 大家要看看 就是 你中间有些机会 是会开些冷门 例如柏林探哥 例如我提供这一先生 甚至今天大圣马寶社的 敏捷神区 它是有机会 win 以后面 王脚立不是输了 是输了 不用买win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有一个不错的赔率提供给你 当然也不要大主 因为重的话 其实你只要过王者风火 尾关已经叫乎 所以这主必须要小 不是足球的大小 所以10元主 好 而另外一条 当然是 第六场 王者风火 搭1567 Vinar 你说 咦 这场又如何 你说好像三只之中 这个组合 即第六场 会比较强 那组 让我喝一口威士忌 回来再说 好 这一柱 因为只有一只马 而且好分 它是偏冷的 大家 这个不要拗 它可以临场落到大热门 或者前面有马赢 艾少礼赢 马房赢 也好 或者临场给乐菲党落到四倍 也好 就算是这样 也不是太不好分 这点是同意的 而你计算过 它是蝕部速可以再蝕 但是正常不蝕 或者赚的机会 都是偏大的 起码都有三分二 胡说也有三分二 有蝕 有正常 有赚 正常和赚和蝕 的机率是均等的 是长地 既然有三分二机会是你对的话 你应该如何 它很容易入三甲 我说入三甲 不是说赢 亦可以放大前面的WIN 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投注的 于是乎在二穿一的世界 我们会在这注里面 王子峰火 会照买一注WIN 但是你要记住 因为它是属于头两关 头两关 如果头关不中 中间的关中 你会认为你很负责 所以既然是这样 都是那句 不要买这么大 不要买这么大 好了 买了这注之后 你现在发现二百六 跟平时的过关差不多 好了 当然剩下最后一个组合 就是第六场 搭第八场 如果头关真的我选那四个 哎呀 好像我那次选鑽石宝宝 哎呀 给宽顿世界藤王 拉屎登过了 没有贴的 那没办法 那就不中 不中 不中不重要的 你记住 过关不中是当然的 不要求中而买得多 跟着 尾这关 因为它的注数是偏少的 10元注的话 它只有40元 而我跟大家说过 你有三分二机会在头关 你是中的 怎样说 就是比较容易有三甲 所以你应该可以买大一点 就是它容易一些 给到一个相应好的牌彩 你说后面不中那怎么办 你不用怕 还有单头 所以在这场里面 大家可以这样 买20元注 变成80元 整件事就比较平衡了 那你说 怎样可以令到单头那里 怎样呢 好像上次 那个气势 搭这个加硬高星 怕它真的劏了 像上次那样 在泥地的世界 我就不是这么建议这样做 因为它们不是雙虹 它们不是两只非似即皮的大热Q场合 如果是那一种 你只有一个对手 那你买那条Q 便结束 那件事 你拿得回本 但另一个问题 就是 你其实做不到一件事 就是对冲 或者是连人带波冲入网 就是什么意思 你又win又中了Q 你做不到 所以 既然前面那些场合都各有不稳的时候 单头我就觉得不值得大家买 那你八只马 你买了四只win 不中 就认命 没有一定中的 你买了一半 我都可以贴错 我贴错 用不容易 所以 有时我们要留意 就是单头的问题 何时应该买 何时不应该买 你看到头一场就知道了 当然 这个头一场就是 你要早些7.3 你去观察一下场景 究竟是怎样 对呀 未跟大家说要买 是吧 说完这里之后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方式去投注 所费无几 都是三百多元 好像上次那样 你买五百 输了三百多元 你今次 我当全部不中 那就是输了三百多 例子 没那么大 但是你依然都能保持到 一个有不错回报的场合 例如三川一 你的确是有机会中了 那两个几一珠 别提小说 因为一五六七 一条单T 你中三条位置 加一条Q 接着王者峰火 封了 然后开 不用开王脚立 开手到再来 比较热 你都会好好分 就算不中 两只跑皮 真是美影烈飞 你觉得你会否中那条Q 当然会 不要紧 不要紧 前面也有二川一 被你中了 你也拿回不少 那你还想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 有时候 咦 为什么还未被接纳 这么奇怪 哦 我知道了 手机还未登出 OK 好 再按过 再按过 让我订阅一下 不好意思 好了 那接着呢 所以 为什么有时候跟大家说 不是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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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机会 和什么 和可能性 除了想想 如何投注之外 你也要想 如何去做一个有效的投注方式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很容易在赛马的世界捉招了 照对回三穿一 王脚 和手机 这条 记住 这条三穿一 是100元 两个零四一条 大家记得不是毒赢 是连赢为之Q 我都不小心按错了 1567 这个关键位有两个 一会再跟大家说 这条两个零八一条 另外 就是将它变毒赢 然后就是16场的独赢 1567 然后就是这个王者风火 这条是10元条 记得不要买这么大 因为泥地真的不容易赢 然后就是68场的过关 这个可以买大一点 最少都要买大一倍 这个不能选 你说好不好后面转做WinPlay 前面只是Win 你都可以这样 即是进取一些的朋友会好 但我不太建议 我不太建议 好 接着还有第二和第八场 记得就是这个关键位 1567是Win 不要弄错了 是连赢为之Q 咦 为什么呢 我现在就一直给我登出一部手机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就是独赢13-286 跟大家分析了原因给大家听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等一下 好 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在这个第二场里面 你会看到如果你包含了1567这几个之后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剩下的对手 这些都是有能力的马 就是你不能够完全将它排除开外 如果真的能够的 老实说 就是那些什么熊爱 你猜熊爱舍比神苦龙驱 你真的不怕 就是 这些马根本都是有能力的 不过它只是不太直拨 譬如保诺城泉我就可以画了它 保然德德我可以画了它 熊爱舍不是无能的 它真的会有机会赢的 它有几个% 11成左右 你问我杨炳论是难赢的 但是它不会不拼搏那一下 所以这件事 你又不能完全抹杀它的可能性 但是反过来 因为它难赢 所以这场买win是会作为关键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你将尾场那两个双红 即是两个双红 你全部都买完的话 其实你赢面就已经大增了 只是你过不过头关 这个我反而担心一点 因为到尾关 没错 永烈飞 固然是有能力的马 上次蝕暴速都追到上来 还有些刺刺而飞的马 有很多 但问题就是 手套在来 和王脚立的强度 根本就已经是非一般 所以大家有时 即是在投注的世界 为什么要将那些马变成win 原因就是你过关的前提制要过到 如果头关一断 你就很危险 所以在三穿一 你要贪心之余 两只放进来就难些 八只给你选了四只 如果真的会就算了 你也有机会中win 因为那两只走进来 可能走二三 还有这个机会 所以在二穿一 比较保守的世界 我就情愿大家分少些 买win 起码你中了 就算开大叶碗 禅城部区 没所谓的 你就当买小注一点 后面的马 王者风火等等 它都会有赔率 所以这些 大家在头注上 你就要知道 当然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条三穿一 很建议大家买的 而那些二穿一 记得真的要教 不要贪心 连赢为之Q 你真的要教 win 起码你中了 都会有机会收完 这些就真正的 不要太蝎了 尾门好像很危险 但不要紧 因为你有机会 你可以看到自己 过不过 其实中头两关你都收了钱 因为有条二穿一 是第二和第六场 所以你在尾场 你已经有成本 去拿回未经聂非 去拖回王脚立 和你的手道再来 你又不需要太担心 甚至乎 你看着坚仔的云数据 你都可以知道 你究竟买了些什么马 这里大家看到 早上八点半 现在和大家投注了 有时 当然 你说 刚才你说的回购是什么 我意思是什么 其实就是 我举例 薄一点 一五六七 你有十二柱飞 比如王者风火 再加王脚立加手道再来 如果连赢加两只WIN 大家可不可以 推敲出来 这条三穿一 你究竟买多少钱 你就可以得到回购 当然赔率是会变的 这个我明白 但先冷静一点 想一想 反过来做 究竟你应该要买多少 这个小小数学题 可以在这个环节上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很难的 是怎样呢 就是3.1倍 你当三倍 一万元就有回购 两处飞在里面 你当你一只WIN都不中 那最后那一关 你是不是要中一万 这个很容易理解 很进取 又不介意输多些的朋友 是不是很坏 看马看输 不是看赢 这是风险管理 正常的 赛马赔率高 输是肯定的 你是希望有次中的时候 赢多些 是这样的 一万里面 两只 两只马 一万里面 那你怎样才可以 拿到至少有回购 就是当两只都落败 为什么我叫大家不要买win 不要买pay 在最后那关 就是这样的原因 前面那只 是王者风火来的 我当你落飞 落到五倍 那一万元 除回五 其实你的票便容易计 即是如何 头关要赢到二千元 好了 问题来了 后面前面赢到二千元 那穿云四只 很贵 即是你头关要赢到Q 那你有十二驱飞 那你又要赢到二千元 其实也挺难的 那和大家说一下 譬如第二场 究竟那条飞 即是一五六七 那这个呢 很难看那些格子 都不知道买在哪一只 所以为何要大家 下载肩仔赛马APP 就是这样的 譬如我现在和大家说 第二场 我挎了一五六七 先不要理这个 熊爱社和什么 好心得先 这些我认为是 难赢的分子先 好了 你搞定了它们之后 看一看右上角 有钱的符号 然后你便看到 哦 一五六七 买连赢的话 就是这六格 连赢位置Q 当然有这个世界 我现在是说进取的版本 不介意丢下海 当买六合彩 挺压运 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做呢 你看到这里有几条Q 但是我认为是比较难赢的 当然它可以走进第二 路程专家不拼 等何时呢 但是呢 同时间也有其他 你刚才说过了 你过第一关 这条飞是要怎样 记不记得 要有二千元 要二千元 扔下去 所以呢 你就要将 有二十倍左右的Q 当然 每条都有二十倍的 因为你穿匀 穿匀 穿匀 又冷又热 当然你四只都穿匀 是很可以的 那就是说什么 你至少呢 这条飞 你要有一个二千元的派彩 你才可以在下一关有二千元 买到WIN那里 那里 你说如果我本钱不是那么高的 其实大约你都猜到 就是八五元一注 无论开一搭七 蟬盛保驱搭帕林探哥 那你八五元 乘回十五倍 那就二千二百五 那你就扔下去了 那你说 下面那几条的 二十倍 四十七倍 甚至乎四十八倍 你八五元已经到六千元 过到王者风火 你这条飞已经赚了 为什么 因为王者风火 你当五倍 你六千元扔下去 已经变三万 我无论美关你中不中 也好 其实你都是赢 因为六万元的回购就是六千 即是两只都赢不到的话 王脚立又赢不到 手套再来 真是被美英烈飞打过了 那怎么办 我便拿回六千 那问题就是 那你买不需要六千呢 你便现在看看 为何我说 有些新科技 大家常常不用 就是这样的原因 明明这件事很简单 是要搞到这么复杂 那你说百五元条 那究竟条飞多少钱 九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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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千元 即是等于你买了一只七倍马 那即是什么 等于你直接赌王者风火 等于你直接赌王者风火 但你不要忘记 你买了个机会 我说的是六万元丢 手套再来 或者王脚立 那一会儿开王脚立 那怎么办 我没什么 六万元丢下去 就赢了七倍 那六七便四十二 四十几万而已 那你同一只九百元 拼四十几万 你还想怎样 当然这是幻想 当然很难中 开手到再来的机会 是高一点的 就算是 那你说想有回购的朋友 都挺进取的 这条飞几乎 因为王者风火 如果要赢呢 在3T场次选一只 天真 我跟你说 超难 还要只是头关中Q 已经难了 你可以中位置Q 一会儿 红爱社真的涉入第二 你中条毛吗 中过毛吗 就是这样的 这些就是各个形势的问题 你说 我想牺牲了蟬盛堡区 当第一条 那些派彩我都照过 去到尾关才拼一只回购 可以吗 都可以 其实你可以 买一半 例如一百元条 你说头关只有九百多元 过去 那倒是 这个是问题 但问题就是 你同时间都要想 一百元条 你的成本低很多 一百元条 你的成本就是六百元 当然整条飞不是六百元 因为你乘了二 美场有两只WIN 刚才提到九百元 你要买一百元 那一百元 一百元拿回七千元 又不是太过虚 你当中一只蟬盛堡区WIN 然后收手 但你买了希望 也是那句 所以 有时就是有辣有不辣 有时进取又想省成本 博大钱 就麻烦你狠一点 你不要不舍得 你越不舍得就越难中 当然你很舍得一胆三脚 你说我不要这一了 我五六七铁角 或者一胆三脚 我就信你世榮拿一先生 或者信你今天大圣马京 拿敏捷神区 一胆三脚 那你喂 你中了也是抵你的 当然两种票都有能力买的朋友 就最好了 这个就是你投注的竅门 或者方式 现实中想和大家说 就是如果 我当 因为一先生 其实我都挺体好 那你说 喂 进取的 买敏捷神区 怕不探戈 你一个年赢 我输了也不介意 王者风火 然后尾场 王脚 蓝手 这条票预设有回购 其实五拖一六七 究竟的倍率是多少呢 刚才就告诉你 五拖一六七 就是在这里看到 最热的那条都9.1倍 那你说 咦 它的位置Q都挺好分的 那会否搭上用一半的成本 就可以兼够用二中 或者收两条 可以的 这是另一个技巧 不过就又不是这一集说了 因为 什么技巧都在一集说 我一集说六个小时 不用听了 以后不用收拾 大家去推定 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 一胆三脚 你知道最热那条都大约有十倍 其实大约可以了 因为Q的浮动性真的太大 那么多钱集中在一格上面 可以回可以下 但是一百元一条 我觉得不过分 你说 第二关至少要有回购 你保守地估计 你要二百元一条 其实它的成本不会低 就算你一胆三脚 它也要千二元 所以你别想着很少 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九十九元Q 这个就是最差的 为什么 因为九十九元Q 过了头关 原来二百元住 就怎样 派一千九百八十 然后赤王者峰火 刚刚就好像我这样说 落到五倍 然后win了 那你人生就真是最痛苦了 为什么 恭喜你 你有九千九百八十 过了关 原来不是 原来有五十个半 多谢你 有九千九百零九元过了关 九千九百一十 过了关 然后 搜到再来 影输鼻 然后你连回购都没得收 这个就是最可惡的情况 当然 你射弗球也好 或者射蓝球也好 你遇到个问 当然不可以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松一点 你说不是 还有些朋友 我相信你 我买大一点也不怕 那头关就试一下 或者给你头关过了 都有回购 这个就好看 你拿什么胆 头关你看云数据 大手升跌 臨场 你用哪个做胆 这东西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 当然关键就是 王者峰火过不过得 你可以过win pay 没有所谓 过到pay 有时候都可以有回购 视乎你买多大 我知道 我的观众 有些买两三千元一场 例如飞是过关的 都有的 这一种 你便可以试一下 或者你可能 都已经买到我这种尺导 可能一场就已经有回购 实体上又不是这么亏 例如现在最热的九倍 你用猪的想法都想到 一千元猪 一胆三脚 你已经过到头关了 王者峰火 就算薄 你都可以拿回本 当然你会亏少少 因为你买了三千元 拿回一千元 都要输二千元 但是 怎样 不是很伤 但你买了机会 过了这么多关 这种都是一种想法 当然很难中 买三千元 一胆三脚还要过个关 好像很难中 扔下海 我不是玩这么大 你刚才说一百元那些都可以 那你就买了 那你就买了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 有时我们过关 不是说就这样就过 如果你没有思考过 那个银马 没有思考过 那个机会率 每一场的大小 你根本就很难赢 都没计 跟刚才说 后面的赔率是怎样 临场是怎样 我现在就买多一条 大家不用跟 我示范给大家看 像上次 我买了一条孖宝 什么黄隱福星 买了他下一关 是那条输的 这些都会输的 不用管 我告诉大家 其实 你的过关 你如果想起回购 这些是minimum的入场费 但你可以买了的希望 就是赢得多 但这个希望跟大家说 泥地当然不会 如果我跟你说很容易 我买一万一条 收拾百多万 不是那么容易 到有很容易的时候 我一定跟大家说 所以我说 订阅这个频道很重要 就是这个原因 不是经常都有好的机会 当然有 我会跟大家说 但没有 我不是照直跟你说 整条票买3004 可以了 看电影 不一定中 你输了3004 正常 所以 你就不应该买得大 明白吗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多谢大家收看 稍后 再补回这个 什么 当然是非钱财经 不过没有那么早 看不到那些 那周藤王 你看看你不买 你不迟些做节目 那天早上10点3 可以做 10点07分 你看X到吗 所以 为什么我迟做 为什么你要迟看 所有的节目 什么时候出街 全部都有原因 不要计助助手上瓷片 这个不要怪他 算了 他是美女 美女我们更多原谅他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天IG story 大家猜我哪个是我画的 其实左下角画得最漂亮的 就是我助手画的 背景的才是我画的 不过大家不给面 原来左下角的都多人猜 感谢大家欣赏 不过他的画工更胜一筹 美女画的也是美 可能化开妆 所以就更美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